当记者问食道开刀的徐小妹能吃东西的感觉时 她兴奋的说 从出生就因为吞咽困难而动过多次大手术 徐小妹现在已经能正常上学了 台大医院外科代理主任李章民表示 台大医院副院长张上纯表示 目前台大运用的内视镜微创手术 是结合运用胸腔与腹腔内视镜 技术难度较高 她表示 台湾警报记者叶峰谷 许春章采访报道